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 RUN7-7840HS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阿亚利尤AM02 阿亚利尤最新上市的AM02 是福克北美版NES主机的Remake迷离PC 它最吸引我的是 在期间产品上首次应用的 创新触摸富屏 年末展望今年新品的时候 我好像遗漏了富屏 这一个新的产品着力点 富屏不但可以展示个性 显示时间天气 还可以监控产品的各种性能指标 最重要的是 可以一键切换性能释放 您最需要创新富屏的哪一个功能呢 阿亚利尤AM02 装置AMD RUN7-7840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瑞置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M.2 PCIe 4.0 NVMe接口 三频显示输出 2.5G和1G双网卡 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呢 HDM线缆 两个USB-C转A的转接头 螺丝和锹片 说明书 Type-C线缆 这单槽小电源是PD电源 有双口输出 最达20伏5A 一共100W功率 小主机虽然是塑料机身 但却有精致的设计感 非常漂亮 正面上有通风口 中间是一个四寸的触摸副屏 左边是开窗键 右边是电源开关键 按下红色按钮 露出前面板 USB-4接口 双USB-3.2A口 音频接口 开和关的声音都很清脆 后面板 双USB-2.0接口 DP-1.4接口 满血的HDMI-2.1接口 千兆网络接口 2.5G网络接口 是双网口 Type-C电源接口 底部看得见风扇 后部也有通风口 取下底部四颗螺丝 从接风中用撬片分离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这是CPU风扇 我们得继续拆 从这里 把后面板的外壳 稍微拉开一点 就可以把主板取出来 翻过来 终于看到接口 双DDR5内存 5600MHz M.2 P3E 4.0的NVME接口 WiFi 6E的无线网卡 BIOS里我们可以先设置显存 最高可以16G 最高可以16G 我选择了8G 这里设置性能释放 我们手动设置了45W 如果启动过ARLEO Space 也需要把TDP拉到45W 我们首先使用ARLEO AM02主机的Rideon 77840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22秒 共计622秒 目前排名所有小主机的并列第三名 比我们上周测试的65W Ultra 5的713秒快了很多 CPUZ多线程6728.6 单线程671 这个测试英特尔又是很大 前几名都是他家的 45W性能释放的7840HS 多核性能小银65W的Ultra 5 和其他几家的45W性能释放的780M核显产品几乎一样 Gagbench 5多核11743 单核1959 45W性能释放的780M核显 不管是7840还是7940 成绩都差不多 但比65W性能释放的Ultra 5强好多啊 Gagbench 6多核12937 单核2626 超过65W释放的Ultra 5 15% Cellibbench 223 多核16116 单核1781 在45W释放的780M核显中 多核性能它排在前列 超过65W释放的Ultra 5 10% Passmark多线程31046 单线程3950 多线程程积 接近45W释放的7940HS 超过65W释放的Ultra 5 15%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7840HS 45W的性能发挥 和其他45W性能释放的7840HS 或者7940HS 性能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相比65W Ultra 5 赢了不是一点半点啊 最大差距达到了15%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559399 CPU得分942712 我们还给这台7840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10178 XX20378162 Coremark472371 在Coremark成绩上 和其他45W性能释放的780M核显 差不多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埃打六四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运行在45W 整机功耗 跑载了81W左右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3.9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20分钟内 AM02 CPU功耗保持在45W到43W之间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100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79度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 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 接近80帧 荒野大标课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7帧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新凶铁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时温24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91度 SSD最高温度81度 内存最高温度83度 Gagbench 6下 OpenCL 33124 Vulkan 36095 图形跑分数据远超Ultra 5 我们也看一下 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2987 FireStrike 8382 稳定度99.1%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Time Spy 2987分 应该是比所有的 7840HS的得分都高 FireStrike 8382分 比起Ultra 5高了900分 实际游戏测试 7840HS远超Ultra 5 低频线5在这个三叉路口的场景下 7840HS能刨上84帧 125H只有54帧 差别很大 大表格2 1080P 激发质评估对比 Ultra 5实在是太低了 Aya Leo AM02 出厂使用的是AMD 11月份的驱动 帧数相比6月首发要高了不少 驱动占未来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Hz 10位RGB的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2.11标准 DP和USB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 144Hz 10bit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USB4接口能够支持4K 160Hz的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4K 120Hz 10位YCBCR非压缩信号 瑞典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 60HzAV1视频 YouTube 8K 60HzAV1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5100兆B 达到了PCIe 4.0X4的中等水平 USB是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Wi-Fi测试 Intel AX210 Wi-Fi6E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Intel 226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Iario M02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7840HS CPU 4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85W 待机最高功耗11.3W 按这个结果 100W的单槽PD小电源轻松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8.8度 SSD待机温度52度 这台小主机45W性能释放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3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6分贝 Iario M02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7840HS CPU 45W的性能释放 45W性能表现不错 比65W性能释放的Ultra 5高上一大截 它的内外接口非常强大 大家想要的它都有 除了其中一个网口是1G的 三个不同的显示接口 都支持4K144Hz的高刷 特别是有满血的HDMI 2.1 而英特尼尼电脑机型上 弄个满血的HDMI 2.1 咋就这么难呢 软件的应用性非常高 经过迭代的Iario Space 2.0 右下角有迷离悬浮窗 打开后可以很方便地更改性能模式 更改TDP 更改风扇表现 Iario M02 有创新的触摸副屏 第一屏也能显示CPU功耗 风扇转速 内存存储占用数据 第二屏是时间日期 第三屏可以调节音量 它与系统音量是一致的 第一屏我们可以切换性能模式 Iario Space里也实时切换了 软件和副屏的应用性很高 那么让我一言就能找到的缺点 就是安装更换配件的应用性不足 内存和NVMe SSD 都需要取出主板才能安装 这对小白用户很不友好 目前已经有很多产品 甚至不用取底盖螺丝 采用磁系顶盖的方式 或者抽拉滑轨的方式 就能方便更换主板上的配件 值得厂商们相互借鉴 总结一下 45瓦的性能释放是不错的 特别是核显游戏性能登顶 远超Ultra 5 做工和外形设计优秀 散热精英普通 类质的APP和触摸负屏 值得大大点赞 接口兼容性不错 三个不同的显示接口 特别是满血的HDMI 2.1 好评 100瓦的PD电源还是双口的 也好评 复古至今造型是非常精致的作搭 对于颜值有要求的朋友 可以考虑这台性能不俗的小主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